歐盟在2024年12月28號這一天開始 他已經要求了所有的消費品 你要用統一規格的充電規格孔 也就是這個充電的介面要用Type-C 那於是蘋果不就低頭了嗎 未來他的充電孔也要換成Type-C 這就是環保的一個規定 那現在進一步 我們看到在這天12月28號2024年 他有一個附加的一個條款 他說除了這個大家不要浪費那個充電線 不要有一個不一樣規格很麻煩之外 他還附加條款 他說希望所有的一些製造電子商品的這些廠商 你為了環保 你盡量把電池做成是可拆換型 避免你一支手機因為電池壞了 我可能要再換一支 那其實都非常不環保 非常浪費 但是歐盟提出了這樣一個附加法案 那廠商是不是要根據他的這樣一個法案 做一些調整 未來會不會那種以前的手機 可以換電池的又重出江湖呢 我們不曉得 但是從這樣的一個法案 你就看得出來 其實未來在整個消費性的電子市場當中 大家會越來越往環保這個方向走 那你知道嗎 這些可能因為一點點零件 就壞掉的電子商品 拆解之後可以回收的部分 其實都是垃圾變黃金 我們帶你快來看 換手拆解顯示器螢幕 零組件翻門別類 回收再利用外殼塑料丟到輸送袋上 當場壓毀 直擊芝加哥電子拆解回收廠 並非只有二手產品才需回收 電子業買氣不佳 庫存太多賣不出去 連全新品也進到這 好像是我旁邊這兩排高手的設備 就是充電裝 而且是全新品 連上面的包裝都還沒拆掉 現在直接打入回收廠 進行銷毀 現在盛行找合法合規的回收廠 把產品先拆解留下零組件 有的企業還會選擇環保再利用 來自台灣的杜孝峰年僅31歲 致力於環保回收產業要把市場做大 同時推廣循環經濟的理念 在全球布景氣下 電子回收拆解廠 反而熱鬧十足 擴大招募人力 天一亮就開始上演拆解大戰 日復一日成為庫存救星 好 我們看到這個是在美國 這美國他們有一個這個電子回收廠 哇 這不僅僅是電子變黃金 有人說那個叫做城市的採礦族 因為裡頭其實有非常多的金屬 是可以回收的對不對 潘老師你有看到其實這個回收之後 你就發現過去我們有多麼不環保 對 沒有錯 當然我們在講環保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都會說亂丟是垃圾 回收是資源 但現在不只是資源 真的是如同剛剛主持人說的 回收真的變黃金 而且裡面的含金量非常高 那我們在剛剛的畫面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這有很多 那是一個臺灣過去的業者 在那邊打拚 三十一歲的杜先生而已 就可以做的這樣子有生有色的 而且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我們會覺得說 那一些回收的東西 就是一些派塘股 我們都沒問題的東西 但是不是這一次的話 竟然有很多是銷庫存 因為我們如果從產業鏈的角度 來看的話 前端他一直在出貨 後端的東西賣不出去 那你說這個東西要怎麼辦 那已經給下惠袋 想辦法把它賣掉變成贈品 把它送掉 問題是有些東西 不是用這種管道可以處理掉的 沒想到現在竟然是新的東西 就直接進回收廠 這其實看了讓人覺得非常難過 而且很浪費 但是畢竟他在回收 也沒有那麼浪費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講到了 包含的話 中國大陸 還有在歐盟 在世界各地的話 這是古東西全部要回收的這個風潮 站在風行當中 而且更重要的是 確實是這樣 因為有科學家推估 在地層下面的金 我們講金礦要挖礦 沒想到在地表上面的 已經被開採出來的金 比在礦場裡面的金 還要再更多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他在挖礦 你不要以為他是在挖比特幣 你不要以為他在山裡面用十字稿 他可能就是在剛剛的資源回收廠裡面 把裡面的東西給回收起來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會想說 那這也還好嗎 我們以前的話呢 就是舊報紙 舊電器 玻璃 都要回收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 除了我們剛剛帶大家看 這種高科技產品 不管是塑料 跟裡面的貴金屬可以回收之外 沒想到現在還有一個 讓人更想不到的一個這個工作 而且創造了很高的產值 我們竟然把它叫做手機入鏈師 手機的入鏈師 送行者竟然會送到手機 送手機 這個很怪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之前的話 其實有一些寵物會幫忙入鏈 辦這個葬禮 很多人就已經覺得 這個好像寵物也已經 現在變成是手機 因為很多人手機陪你很長一段時間 你每天螢幕 眼睛最常盯著的螢幕是手機螢幕 而不是你生活周遭的人 那但是時過境遷 你可能換新的手機 但是你對舊手機久久無法忘懷 還有人 我們這個觀眾朋友用的是 那個黑金剛嗎 或者用的是Motorola StarTech嗎 還是以前Nokia的機王 五一 六一五零 五一三零 或者是之前還記不記得 丁城武廣告那個拉面GT28 還有在駭客任務裡面 按一下會滑出來的 Nokia香蕉機 剛老師你都透露你的年齡了 不好意思 年紀就講出來了 但重點是在於 或者是你以前用的Call機 那你就會覺得看到這個東西太感動了 結果沒想到現在有一個工作是什麼 他就是幫你把那個剩下的手機 他把它拆開 然後把它表背起來 再把它平面化之後 畫面上我們給大家看 就變成像一個在博物館裡面 展示的一個漂亮的紀念品 然後給你當作回家 就把它掛在牆壁上 是 對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這個接得到訂單 接得到 一開始只是一個網紅 覺得好玩而已 結果沒想到訂單一直過來 一直過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就去旁邊你這邊可以發現 他這有可能是人民人民幣的 技價的幣來看 所以你把它乘以四乘以五 你就會知道 這個賺很多錢 對啊 沒有錯 搞不好買一支這種中古的手機 都沒有這麼貴 可是我把舊的手機 把它表背起來 結果慢慢的 他這個名氣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現在慢慢的 有人也不是只有手機而已 壞掉的手錶 生活當中有情感的一些東西 因為他會把你真的很漂亮的 變成一個裝飾品 再加上現在有一些通路 他已經發現到 原來我的產品 帶給消費者 這麼多的情感上的羈絆 所以他可能自己也會這樣子做 包含是說在自己的產品的博物館 或者是展示的方面 沒想到舊的東西 裡面的金屬 他其實是含金量最高的 外面的殼跟這些裝飾 竟然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裝飾品 但是大家還是很好奇 經不出會想要好奇的會想問 那畢竟被表背起來的東西是少的 部分的東西還是丟掉了 那到底丟到哪裡去呢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很多人統計出來會發現 我們丟掉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可以堆成好幾座埃及的大金字塔了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在於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一些廢棄的要被回收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來自大企業 來自公司 來自人家店家的裝潢 我跟大家報告 不是 最多的東西是個人的電子消費用品 就是電腦啊 手機啊 這些商品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家電啊 或者是大公司的一些空調設備啊 泡泡啊 所以沒想到這些東西竟然都會造成 我們在生活上面 很多的東西就這樣子就浪費掉了 那但是如果說 我們可以搭上這個蜂巢 不管是把裡面的金再次的提煉 煉金出來 或者是說變成記憶 滿滿的回憶把它表框起來 沒想到這都是新的商機 跟新的產品